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 凤凰全球连线 吴上书 俄乌激战震撼之际 土耳其也动手了 土耳其18号对伊拉克 发动了越境攻击 打击盘踞在伊拉克北部的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土耳其国防部公布的视频显示 土耳其特种部队 是在黑夜出发参与打击行动 并排出了战机 轰炸库尔德武装 在伊拉克北部的地下掩体 弹药库还有指挥部 行动当中至少26名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死亡 伊拉克对于本国领土主权 遭到越境侵犯表示强烈抗议 然而土耳其却表示 这次越境打击是为了反恐 因为情报显示 库尔德工人党正在集结 准备对土耳其发动进攻 同样是越境军事打击 俄罗斯打乌克兰 就遭到西方的群企攻之联合制裁 然而美国对这次土耳其的行为 却是睁之眼闭之眼 美国的双重标准如何体现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土耳其以大国姿态居中调停 又高调宣称 土耳其对北约的重要性 如今趁世界被乌克兰分信之际 又对库尔德武装大打出手 如何分析土耳其是如何利用时机 令得本国利益最大化的 好 今晚上全球连线 伊斯坦布尔现场 有凤凰卫视著土耳其记者米尔扎提 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仙 上海现场有上海社科院 世界中国所研究员王震 各方连线分析 浑水摸鱼 土耳其的时机和心机 刘四号的追踪报道 在俄乌战争激烈焦灼 令全世界的目光全都被吸引过去之际 一直在俄乌以及西方之间 充当劝和者的土耳其 突然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发起了又一场特别军事行动 18号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表示 土耳其军队当天凌晨动用战机 直升机 无人机 地面火炮和特种部队 对位于伊拉克北部迈提纳 扎普哈 古尔克等地的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据点 执行了大号为爪锁的大规模 越境陆空联合打击行动 成功摧毁了库尔德武装 在当地的坑道 弹药库 和指挥所营地等目标设施 对于这次行动的兵力 阿卡尔并未透露细节 但他表示在地面突击队 进入伊拉克前 土方就已摧毁了部分设施 同时他还表示 本次行动的目的是 防范恐怖主义袭击 确保土耳其边境安全 目前行动正按计划顺利进行 并实现了第一阶段的设定目标 这也是继今年2月2号之后 土耳其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 又一次大型越境打击行动 对于这次行动的缘由 土耳其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侦测到了库尔德工人党 在重新集结 司机发动大规模袭击 所以土方对他们发起了打击行动 截至19号时 土方称已在行动中 打死至少26名武装人员 而库尔德方面媒体则在早前称 有28名土耳其士兵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次行动前的17号 库尔德媒体就称 土耳其曾对伊拉克北部的 一些库尔德村庄进行了空袭 而在15号时 土耳其军方还发布了 缴获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武器的画面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领导人巴尔扎尼 更是在当天与伊斯坦布尔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 如今仅仅几天后 土耳其便发动了新一轮越境打击行动 还高调进行宣传 这自然引起了伊拉克的不满 伊拉克政府方面19号 召见土耳其驻一大使 就土军的行动递交抗议召会 谴责土方的行动侵犯了伊拉克主权 然而这次行动 似乎没有在西方主流媒体圈子 引起太多波澜 土耳其也一边宣传 并扩大行动的战果外 一边继续标榜前调 自己在调停俄乌战局上 对欧盟和北约的重要性 两场军事行动 两种不同态度 也让地缘格局变得愈发诡异 伺机而动 土耳其在俄乌僵局下 打击库尔德有何动机 态度迥然 西方对土耳其动作冷出力 是否默认其行动 蝴蝶效应 土耳其攻击库尔德 会否影响西方对俄与中东战略 牵一发动全身 好 俄罗斯还对乌克兰 进行军事攻击之际 土耳其也开始动手了 怎么分析土耳其 这次拿捏的时机和动机 好 今天请出科方嘉宾和戒指 做深入分析 首先连线的是就在土耳其 现场的记者米尔扎提 米尔扎提给我们介绍一下 土耳其这次越境 对伊拉克北部的 库尔德共产党武装发起的军事行动 到目前为止进展如何 这场军事行动准备打到什么时候 他们的目标又是怎样 是的 主播 那土耳其武装部队 在当地时间的18号的凌晨 对伊拉克北部地区 尤其是在北部的山区 开始大规模的跨境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从陆地和空中 同步进行 军事行动中 利用了直升机 无人机和 无人战机 那我们知道 这不是土耳其第一次进行的 跨境军事行动 以前土耳其也多次采取过 类似的军事行动 土耳其官方部长表示 在之前就已经制定好的 计划范围内 土耳其空军首先是向梅迪娜 扎普和 阿瓦辛巴延地区的恐怖分子的聚集点进行了开火 并目前为止已经打死了30名恐怖分子 其中也有两名的土耳其士兵在交火中死亡 对于军事行动的计划和目标的细节 国防部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 但是土耳其国防部长表示 军事行动的按照计划进行的非常顺利 并且实现了第一阶段的目标 国防部长还表示 这次军事行动的唯一目的是 消除在土耳其和伊拉克边界的恐怖组织 并且在尊重伊拉克领土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 他同时表示 40年来作为恐怖组织的 托尔德共产党一直威胁着土耳其国家和民族的安全 他们是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因素 那土耳其会继续打击这个组织 直到消除最后一名恐怖分子 那土耳其总裁二端表示 为了保障土耳其东部边界地区的安全 土耳其早晚会消除 炸营在叙利亚边界地区的恐怖组织 那可以看出来 土耳其方面有可能会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 一直沿着叙利亚边界地区 另外今天早晨传来消息称 一辆军在土耳其监狱警察的巴士发生爆炸 那有一名警察被炸死 也有7人受伤 那金江察发现了 这个巴士是由路边的设置的遥控导弹 遥控爆炸装置的引爆而摧毁的 那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事件 是否跟这个恐怖袭击有关系 但是很多人认为呢 这是恐怖组织对土耳其 对伊拉克边界地区发动的 这个军事行动的一个报复行为主播 好的 非常谢谢米尔扎提 来自土耳其的连线报道 这个冲突特别多 今年尤其不太平 好 今天马上在这个北京现场 为你请出的是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 李绍仙先生 我们知道这不是土耳其第一次越境 对这个库尔德共产党武装 发起围剿行动了 但还是趁这个机会 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 这土耳其和库尔德共产党武装之间的 这种矛盾和冲突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大打出手 确实是这样 土耳其共产党是一个 其实一个老牌政党了 就是说它在上个世纪 70年代末在土耳其成立 这个是一个库尔德分离主义的 政治和军事组织 它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军事的分支 就叫库尔德共产党武装 那么自从成立之后 它成为土耳其的心腹大患 因为它要把土耳其境内的 库尔德领土分离出去 而且它要在土耳其 伊拉克 叙利亚 伊朗 这四国交界的地方 搞一个库尔德斯坦这个国家 所以从这个成立之后 它几十年来曾经在土耳其国内 大搞这个城市游击战 给土耳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可以数以万计的土耳其平民 死于这个悲命 它的攻击 在1999年的时候 库尔德共产党的领袖奥贾兰被土耳其抓获 在肯尼亚抓获之后引渡回土耳其 被抓获之后 其实库尔德共产党在土耳其境内就开始走下坡路 而且奥贾兰是愿意放弃这个恐怖袭击 愿意和土耳其政府和谈 在这个之后 库尔德共产党武装 就到了这个叙利亚的北部和伊拉克的北部 先到伊拉克北部 后来在2011年 就是阿拉伯之村之后又到了叙利亚北部 所以叙北和意北啊 就成了土耳其重点关注的这个目标 2019年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 发动了和平之权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在叙利亚设立了安全区 同时其实它也在伊拉克境内呢 建立了军事基地 小规模的军事基地 驻扎有少量的这个土耳其士兵 去年呢 土耳其国防部长还高调访问了 这个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设立的 那个军事基地 受到了这个伊拉克政府的 强烈的这个反对 那么现在它实际上打击 这个伊拉克北部也好 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这个武装 它实际上这个常态化的 这个行为 那么这一次只是借助俄欧冲突这个机会 它打了以后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 都难以对它进行大规模的谴责 所以它抓了这么样一个时机 好到 对 这个时机确实拿捏得很好 也毕竟是一个常态化的战争 但是我们还是想请教一下 上海现场的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 就像刚刚李老师所说的 土耳其宣称这次是反恐行动 要发起军事行动是因为 这个库尔德国人党武装 要准备对土耳其发起攻击 所以先下手为强 是一个反恐之战 但是刚刚李老师也说了 这是在过去19年的叙利亚战争也好 这次也好 也有大量的平民伤亡 所以我想请教的是 土耳其的这些军事行动 真的是算作反恐吗 怎么界定 其实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支持 土耳其这样的军事行动 你怎么看 土耳其的这个反恐呢 它是有一些争议的 它官方的这个说法是 土耳其是在反恐 所以说它是打着反恐名义的 一个军事行动 但它这个行动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为什么有很大的争议呢 因为这个土耳其这里 它讲的这个恐怖分子 跟我们通常的它稍微去区别 就是如果是库尔德国人党的话 刚才这个李少贤老师已经讲过了 那么它在奥亚兰的林亚 从70年代以来 它做了很多的案子 就有很多的这个恐怖活动 所以国际社会呢 普遍上把这个库尔德国人党 作为一个就是恐怖组织来看待 但实际上呢 土耳其它口里面讲的库尔德国人党 它并不仅仅是库尔德国人党组织本身 还包括这几年刚刚出现的 其他的一些库尔德武装 比如说这个库尔德 它有一个人民保卫军 那么这个人民保卫军呢 是一个库尔德武装 但是它在这个剿灭 这个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呢 做了很多的贡献 那么所以当时这个俄罗斯也好 美国也好都给了很多的支持 包括军事上的支持 那么这个组织呢 也是土耳其眼中的 这个库尔德国人党的一部分 它只上了一个大帽子 把所有的它认为 就是对它有威胁的一个 这个库尔德武装 全都当成了一个恐怖分子 这个范围呢 可能是受一些扩大了 我们讲恐怖组织的认定呢 在国际上虽然有些争议 但它还是有些基本的共识的 比如说你这个 干了一些商机无辜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政治性的诉求等等 那么库尔德国人党呢 可能在这方面的大帽子的争议 会相对小一些 尽管有些国家 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恐怖组织 但是像这个库尔德的 这个人民保卫军呢 等其他一些库尔德武装呢 还没有把它被 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恐怖组织 否则的话 美国当时在打 伊斯兰国的过程中 也不会去跟它进行合作 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并不能搞清楚 土耳其所讲的这个库尔德国人党 这次打击的库尔德国人党 它到底是库尔德国人党 组织本身 还是其他的一些 被土耳其认为是 库尔德国人党的这个 这个库尔德武装 所以说它是有些争议的 这个说明义上来讲 它是打着反恐的名义 是在进行反恐的行动 但实际上它这个反恐呢 有很大的这个 扩大化的一个显议 这个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好 所以是不是真的如土耳其所说 说是反恐之战 是一个正义的反恐之战 现在有很大的争议 然后我们看到调诡的地方是 西方尤其是美国 对土耳其的这个军事行动 是睁着眼闭着眼 而且这个西方媒体 都在关注俄乌的冲突 但是对于这场 土耳其越近对 伊拉克界内库尔德国人党武装 发起的军事行动 确实没有大篇幅的报道 对此你怎么看 这个李少先老师 这个美国是不是很明显的双重标准 这是毫无疑问的 大家知道 埃尔德顿抓这个时机 抓的是非常好的 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的当下 土耳其是美国极力争取的国家 因为它本身是北约成员国 那么美国要求土耳其 和美国和北约保持一致 那么在俄乌冲突中 土耳其在这方面 其实也利用这个机会 和美国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关系 你比如说 它实际上 虽然没有像北约其他成员国 那样去制裁俄罗斯 但是它对乌克兰的援助 也是比较明显的 大家知道 现在乌克兰战场上 这个TB2 就是个土耳其产的 这个无人机发挥了 比较重要的作用 那么与此同时 它实际上 事实上还关闭了 波斯普洛斯海峡 婉拒了俄罗斯军舰 想穿越这个波斯普洛斯海峡 进入地中海的这个要求 一定程度上 实际上 它是和北约保持了一致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美国 它对伊拉克北部 它这个一个是 它自己说是反恐 你打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可以说是反恐 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 但是你到人家伊拉克的 库尔德自治区 到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 去反恐 这个在国际上它是心不通的 所以如果不是有俄乌冲突的话 我相信特别是欧洲那些成员国 肯定要对它进行强烈的谴责的 美国恐怕也不会做事 那么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 由于美国急需要北约内部的团结 也需要土耳其的配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土耳其 这一次伊拉克北部的军事行动 保持了大致保持了沉默 没有什么大的谴责之声 好吧 好 所以这个土耳其对时机的拿捏 非常有意思 来请教一下 在伊斯坦布尔现场的米尔扎提 我们看到在美俄乌三方 都跟土耳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是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 美国要拉拢土耳其 然后乌克兰的无人机 是土耳其提供的 然后土耳其呢 它又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发挥了一个居中斡旋 外交斡旋的这样一个作用 从土耳其方面怎么看 它是如何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希望达到一个怎样 扩大化自己本国利益的 怎么看 是的 主播 那我们知道土耳其是 北约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盟友 也是在北约的 北约在中东最强的一个武装力量 但同时呢 土耳其与俄罗斯 也有这个密切的联系 无论是在这个经济领域上 还是在中东战略合作领域上 都是有密切的一个联系 那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呢 土耳其一直坚持 它的这个中立的立场 呼吁双方的以外交对话的渠道 来解决问题 没有像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样呢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呢 让土耳其在与这个 俄罗斯和美国关系之间呢 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 这样的一个处境 但是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呢 首先考虑到的是 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至于与这个土耳其 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呢 土耳其和美国外交部长呢 在4月4日呢 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 宣布启动双方关系战略机制 那该机制呢 其实呢是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 10月份有土耳其总统阿尔端 和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会晤期间决定建立的 那联合声明呢 主要包括两国经济 经济国防合作 反恐地区和这个安全 全球安全问题 这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从这些方面来看呢 土耳其方面其实有 有意图缓和这个 缓和两国 这个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 这个紧张气氛 包括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土耳其两国关系呢 从根本上存在着 一直就是无法实现 这个意见一致的问题 土耳其强调的最根本的这个问题呢 是美国向这个土耳其边界地区 被土耳其定义为 这个恐怖组织的 库尔德武装组织 提供军事支持 而美国则强调了 土耳其部署了来自 俄罗斯的这个 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所以在这个这些问题上呢 双方都坚定自己的立场 不做出任何让步的这种情况下 两国关系可能还会继续起伏不定 好 谢谢梅尔扎提 好来 王正老师 您怎么看 我非常好奇 你对埃尔多安这个人的一个评价 他是如何利用百年卫健之大变局 左右逢源来扩大化本国的利益的 你怎么分析 可以说埃尔多安是一个 非常强势的一个土耳其领导人 有很大的一个帝国的雄心 尽管说是美国和西方国家 不是特别喜欢他 但是他在捍卫土耳其的利益方面 确实做得非常有效 或者非常有陈色 那么他这次呢 也是拿捏好了美国的一个需求 因为美国在这个欧欧冲突方面呢 他迫切地需要土耳其的支持 土耳其呢 因为他是讹着这个离海 到地中海的一个出海口 这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的位置 而且是北约跟这个 作为北约的城市 也是隔着离海 跟这个乌克兰相邻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在这方面呢 就特别的重要 而且土耳其呢 同时跟俄罗斯有能对商化 同时又是北约的成员 所以他迫切地希望 土耳其能够站在西方的一边 不管是制裁 还是对俄罗斯施压压力 还是这个推动和谈这方面 所以这个是美国非常期待 或者是非常希望 土耳其这个发挥更多的作用 尽管美国和这个欧洲国家 不是很喜欢埃尔多安本人 但是呢 他们也不愿意失去 土耳其这样的一个盟友 所以从这个土耳其 未遂的这个军事争变之后 双方关系磕磕绊绊 但是呢 始终还是这个 没有这个 就是跟土耳其的关系 完全闹僵调 而且始终在这个 土耳其打击 库尔德国人党这个问题上 始终在迁就土耳其 我觉得这个 二端在这方面呢 可以说是 做的是相对比较成功的 尽管他的做法呢 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瑕疵 或者有很多的批评 但这是 如果从土耳其人的立场来讲 我觉得那可能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了 这个能够同时和美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 三方的搞好关系 而且三方的有求于他 土耳其这个国家 真是不简单 好 去一下广告 下集会来继续聊 一会儿见 好 上一节各位专家都分析 土耳其这次之所以 是越近对伊拉克北部的 库尔德国人党武装 发起军事攻击 也是看准了俄乌大战这个时机 所以我特别想请教一下 李稍先老师 因为俄罗斯开始出其不意地 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 然后现在土耳其也动手了 我想问的是 您觉得会不会 就引发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就其他国家可能有本国 利益agenda的也会利用这些时机 就是世界大乱 开始发动军事行动 来实现本国的这个利益 你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形式 会变得更加混乱 确实是这样 俄乌冲突它实际上 是有世界性的影响的 俄乌冲突吸引了 这个大国的极大的目光 特别是美国 北约欧洲这些国家的目光 使得美国一定程度上 它手忙脚乱 它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精力 去顾及其他 而且这些年来 美国一直在中东 进行战略收缩 中东地区的这些玩家 就是地区本地的国家 实际上都开始伸展拳脚 来在大国撤离 或者说战略收缩的背景下 他们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土耳其表现的是最明显了 那么除了它利用这个司机 在伊拉克北部 这个库尔德地区 发动这个攻击之外 实际上它最近还有一个 引人注目的这个行动 就是它搞了一个三海演习 就是黑海 爱情海和地中海 连接这三海 它搞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从4月11号到4月21号 它叫蓝色家园2022军事演习 那么动用了它几乎是90%以上的海军力量 这样一个 它就是高调地展示自己的实力 那么同时它在这三海利益攸关 一个是它通过黑海 实际上和俄罗斯 乌克兰相邻 也就是说俄乌冲突是它家门口的事情 它在爱情海和希腊有领土纠纷 那么它在东地中海在勘探优器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和相应的国家之间 有这个争议的 它所以高调显示自己的这个军事实力 这一点实际上它是更大程度上和俄乌冲突是关联 展现它自己的这个地区也行 于是同时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最近就是因为俄乌冲突掩盖了很多事情 现在在巴勒斯坦 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地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现在正在愈演愈烈 自从摘月以来 今天 昨天加沙地带 还有火箭发到以色列的这个国土上 以色列也对加沙的目标进行了轰炸 所以这些东西都被掩盖了 那么俄乌冲突啊 它会导致一系列地区的这个潜在的那些危机啊 或者潜在的那些大国 展现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借这个机会 所以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好 这个除了这个地区的混乱 我们也尤其关注这个俄乌冲突会不会 就是因为这个混乱会带来恐怖主义的温床 导致反恐性是越来越艰难 来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王振先生 因为我们看到ISIS这个时候跳出来说了 他说要对欧洲和以色列 发起新的全球攻势来报复 你怎么看接下来这个反恐形势 会不会这个死灰复燃 很难说死灰复燃 因为恐怖分子它一直没有消失 恐怖活动一直没有消失 但是俄乌冲突肯定会有影响 俄乌冲突里边我们看到一些新的纳粹势力 或者新的比较激进的跨国 这个就是武装 就是供应兵武装 或者是一些就是激进武装 然后大量地拥到这个乌克兰 拥到乌克兰之后 那么这个战事结束之后 这些人是不是会扩散 这个值得观察 另外一个就俄乌冲突呢 就显示了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它没有能力去大规模地去干涉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刺激 或者会激励一些新的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 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全球 激进的这个跨国圣战务中 重新死灰复燃 但我认为这个可能确实是存在的 但总的来讲 目前来讲 我觉得可能它还是 就是这个总体还是可控的 总的来说这个俄乌战争 是一个大事 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值得我们后续观察 好 非常谢谢各方嘉宾和记者 做了深入分析 谢谢收看全球连线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